看一下救火的水枪如果秒变花洒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5月17号天津宝底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 说收费站有一个货车遇到了堵车 问题是车上有一万三千只鸡 这天太热了 这鸡都中暑了 需要降水来降个温 我们来看看 今天也是救小动物和保护环境的一天 谢谢您 非常感谢 没事 没事 最终货车上的小鸡们 终于在消防人员的帮助下恢复了活力